民眾拍下老闆娘 正在餐台前自顧似的 芒家菜包飯 但她口罩呢 實際全店裡只有她一個人 沒有戴口罩 王小姐好心提醒 沒想到店家回應讓她傻眼 因為疫情提醒店家口罩戴好 沒想到反被嗆 要檢舉就檢舉 王小姐這口氣吞不下去 把影片PO上網 而事件發生後重回店家 只見員工們全都乖乖戴上口罩 手機用個鹽巴之後 手機用個鹽巴 有說了 不然有身體先去睡 因為必須她用一個 妳也是要先去睡 我們這個全部 用口罩都已經都有戴上的 替老闆娘喊冤 說是因為鹽巴跑到眼睛裡 不舒服 口罩沒戴好 後續也先返家休息 只是當下態度 讓王小姐不能接受 而事件發生在台南 一間知名的蝦人犯 爭議相當好 店內幾乎都是高棚滿座 28號上午 王小姐跟友人前往用餐 發現老闆娘沒戴好口罩 請員工提醒 結果反被嗆 但疫情期間真的不能鬆懈 就是現在疫情還是不可以鬆懈 就算加二級的 如果你們發生這樣的狀況 會反應嗎 如果有時間的話應該會不會 有關蝦人犯從業人員 未戴口罩案 經查證屬實 將依傳染病患自訪 署罰新台幣三千元 請問老闆娘表示身體不舒服 沒有戴好 事後也戴上了 但影片被清楚拍下 違反防疫規定是事實 衛生局也將依法開罰三千元 提起噎者要落實防疫